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谷 刮红玉器 第579集 也就是第579讲 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一件 玉值相当的好 所以是和田玉 和田里面的一种纸料玉 就是山上的玉的矿场 本来是山料 然后经过了各种原因 这颗变动或者是什么原因 崩落 崩落经过长时间的搬运 地壳变动的这种搬运 经过漫长的岁月 还有什么遥远的路程 经过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种洗列 到最后出现在所谓的和田的 专门禅玉的河流之中 所以这叫做什么 纸料玉 大陆人家叫纸 也叫做水料 也叫做纸料 你说玉有分山料跟纸料 我们玩雅石 我昨天还带着我孙子去海边 我好久没去捡石头了 我想小孩子嘛 难得有空 带他去海边走走 而且一对一教学 提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这海边 我们带他去南湾 所谓贝壳沙滩 大水最有名的贝壳沙滩 他捡了几个贝壳 还捡石头 他说这边的石头是什么最好 他会发问 我就说这边海边的石头 南湾这边的石头 以水洗石为有名 山石大家都知道 普里一带的 黑大 或者是新竹关西一带的 黎皮石 那属于山料石 台湾不大 山料石 分得很清楚 花东一带 也是以什么 水洗石 建长 不管是西瓜石 不管是金瓜石 甚至于是玫瑰石 淡水这边的 玄武岩 玄武岩经过了水洗 或者安山岩经过了水洗 漂亮 但还有一些黑胆石 淡水的黑胆 跟花东的黑胆 是不一样 花东的黑胆 是水洗度比较好 比较细腻 那淡水的黑胆 是比较黑 环瑰石就是行直射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借鉴在玉器上面 这同样都是水料 我孙子问我的问题 我等于也跟各位做了一些说明 这就是水洗的玉 而经过长年 它不是一年两年 一天两天 它是经过了千万年的 长时间的这种水洗 所以去其昭博 留其精华 所以它全是最精华 所以这种玉 你拿到手上 第一个手头很重 很沉 第二个 只要它的工艺好的话 比如说到2000年前的工艺 到2000年后的今天 它有没有沁 有 当然有 经过了千年岁月 必然会有沁 但是 你不影响它的玉子 不影响 为什么它本身结构就非常的致密 它即便是经过我们之前讲的 它有风化灵律 它里面结构水吐出来一部分结构水 还有它的微量元素 当时还把环境的微量元素吸进去 所以它在最明显的地方 就表现在凹槽的地方 在2000年前的工 这是西汉时期 对 要是有人问西汉 这看着新鲜亮亮的 明明就像是昨天做的 为什么西汉 我就跟各位讲 因为这是纸料玉 它的质地结构非常的好 但是你说肉眼看不出风化吗 还是看得出来 有经验的可以看出来 尤其一上手的感觉就知道了 而且我用100倍的放大镜看下去 不管是从它任何的凹槽的每一个点 它都有次生现象 它次生现象怎么来的 我就跟各位说过了 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风化灵律 风化灵律它里面的结构水 微量元素出来了 它里面留的缝隙 经过了跟环境的置换 环境的微量元素跟水分 又重新填补到它的缝隙里面 做一种置换 所以这种动作叫做渗透交结 一个是风化灵律 是粗 一个是渗透交结 一个是入 一粗一入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古 它的皮革 它的沁色根 但你说像它这个玉 有没有巧雕的成分 当然有 它原始的玉 2000年前的玉 它有没有带黑皮 就有带黑皮 但是那时候的黑皮的光润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它经过2000年的置换 它带黑皮的这个地方 尤其置换会比较强烈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的 是它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突破口 我们工作 我们对敌战斗 或者是外交谈判 或者商业谈判 像郭台铭去买疫苗 为什么买得到 它懂得对方的突破口在哪里 它怎么样去 为什么一个 能够散战者 对不对 它能够什么 百战不断 它一定是什么 知己基先 所以我们了解到 它这个玉的整个的一个 这个结构就知道 怎么样去鉴定它 看它所有的沟潮的变化 这是一件老鱼 不但是老鱼 而且是高谷鱼 不是明清界 肯定不是明清界 你乍看一下明清界 好 另外一点 你认为它是汉 东汉西汉 我是偏向于西汉 因为它这边的 这个什么纽诗文 有的叫做纽绳文 纽绳文 这是从战国到西汉 流行的文史 你说明清界有没有在做 甚至于新的 像昨天做的 有没有这种 也有 但它的刀工不一样 有经验的人 从看了就看了 我为什么拍了很多近距离 放大这一块 它的裂毛 就是让各位看到 它裂毛的那种锐利 那种犀利的那种程度 只有到战汉的时期 那时候特别特别流行 而且做这样的工 第一个 要工具 那时候相传 战汉时期有所谓的昆武道 实际上那时候铁跟钢的发明 工具要经过改善 革命性的一个改进 另外什么 预知要好 预知不好 上不了戏工 这是戏工 第三个 工艺要好 要到位 你不要看这个聊聊几笔 这就是一个杀手锦 这就是我们一个突破口 我们了解它的年代 跟这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它整体的气息 我们的辟邪兽 辟邪兽 在比如东汉西汉辟邪兽 台北故宫有一个很有名的东汉的辟邪兽 就跨步向前 大小差不多 它那看起来大 因为它每个图片它给它放大 它那好像我印象里也是只有六公分多 大小跟它差不多 它有专门未来推一个紫台幕的座 我们这一件年代比较还要稍稍找一点 你看它的那个头向上看 我说台北故宫的那间东汉的毕业的时候 那间台北故宫最有名的 经常当封面 头向上看 然后那种步履 就是龙行虎步 就是有那种龙行虎步的感觉 已经西汉是什么 创立天下 大天下的时候 西汉刘邦时代 汉高祖刘邦 那时候早年跟楚霸王相争 也吃足了苦头 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个王决之后 就是经过了一番的那个 那时候的那种什么战斗气息 一段行列 到了东汉 整体的国势 就趋向于什么 没有这么锐利 没有锐利 它也没有汉武帝的 这个什么 这个 郑修姆 魏群 霍区病 他的时代已经 到了汉官无力 他们那时候 整个的一个什么 天下已经变得比较从容了 国政变得比较从容 所以那时候讲究优雅 不讲究战斗 讲优雅 是龙行虎步 是好看 是强调好看 头台高高了 就像台北故宫那一件 所以被定位在东汉时期 为什么我们定位在西汉 因为西汉的比较 很明显 体型大的小的都一样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它具有战斗气息 它保持的警戒性 比如我们以人来说 就保持一个三七步 什么就保持一个三七步 三七步就随时可以一个战斗 不是直挺挺的立正 或者少期站在那边 也不是练身体 或者练拳 在那边 四六步 大跨步 四六步基本上 那不是打架的步 各位你看过格斗 你就知道 格斗用的都是三七步 包括 这一次 刚把英国拳王 那个 安德尼 Joshua 就是 安德尼 就是号称本来最强的 又得过奥运冠军 年轻的时候 现在又是什么 四条金腰带的主人 就一系之间坏人 在上礼拜六 被乌克兰的 乌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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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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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西克 升了一个量 它本来是 Groos Groos 就是巡航 就是像我们巡洋舰 像我们车子 自动驾驶 它叫做Croos 就是那个 它那个是 比重量级 烧轻雷雷雷的 那个 次量级 次重量级 就它 升重去打重量级 它已经是 次重量级的世界 四条金腰带的得主 统一天下 它又升个量级 没想到 把体型比它大很多了 高它八公分 体重重它八公斤的 英国 所以英国的Gentlemen 它是乌克兰的Gentlemen 这两个Gentlemen在一起 很有看他 我最近 在YouTube上 经常反复的看 他们的拳赛 打满十二回合 但是 点数明显的压倒性的 乌西 就乌克兰的 新拳王 以压倒性的点数 获胜 精彩至极 精彩至极 所以 你看 拳击他们的步伐 乌西 他赢在哪里呢 他赢在他的步伐 因为他硬碰硬的 跟身高198 体重108公斤的 长得像建美先生的黑人 I don't know 你加小 没得比 但他靠他的圆润的步伐 因为他的步伐是什么 往圆跳 往右旋转 他还是左撇子 他往右旋转 正好可以出他的重拳 所以 他的灵活的脚步 就像当年的阿灵 也是迎在他的什么 蝴蝶穿花布 他那是巴托弗兰 那这个呢 号称为猫王 为什么叫他 他为什么叫做猫王 他除了长得也很帅 像猫王 重要的是 他的步履 像猫一样的轻快 你打 你不是说打不到他 那太夸张了 就是说 你重拳挥不到他 我喜欢拳机的人 我也喜欢格斗的人 像格斗现在 不管是从重量级的 从次重量级的 每次重要的比赛 小比赛我不看 大比赛我一定看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格斗都用三七 只有什么 中国公共 我们就练太极拳的时候 或者是 那个 那个干什么的时候 弄了四六五 真的在四六五 我们都是 练过国术的人 我也练过空手道 年轻的人 你用四六五的时候 来不及反应 那是可以打形 练形 就是那种 哼哼哼哼的 你真的打起来 一定要用三七五 你看我们三七五的 这种战斗架势 一副fighting fighting的样子 所以你见识很多东西 你要用生活经验 你除了预期的经验之外 生活的经验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看 他的那个脸神 他身体带有一点点 俯冲的味道 这就是喜罕的特征 我刚刚讲的 从静态的看 就看他的什么 看他的纽诗文 纽诗文 犀利 锋利 他不是像新科的 或者明清剑的 纽诗文 都已经什么 撩背一格的 软软的 摸起来圆顿顿 那时候的工艺 讲究的 包括那耳朵 都是尖的 到现在两千年 都还割手了 当然 他当时的一个工艺特征 再加上长时间的 这种所谓的硬力 瓷器上也有硬力 所以瓷器的碗 尤其是保胎的碗 摸起来有点 有点歌手 就像鸡钢杯也是 拿一个鸡钢杯 那个圆顿顿 你看不要看了 那就假的 用那个机器罐的 机器罐的 它形成不了这种锐口 它上下一般粗 你要有这种手感的 你必须 你一定要用手工去拉背 先不管它是不是真 它要是高仿的 它一定要做到 有七八分像 要不然称不上高仿 那就是第一发 你看不管从他的耳朵 从他的这个鼻子 尤其是从他的这个裂毛 目前那种锐利的感觉 就是战汉时期的一个特征 再加上他的这个三七步 身体向前围起 迥异于东汉时期 还有什么 东汉时期 魏晋南北随六朝时期的 那个风格就不一样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怎么 打形了 因为我们 就是看格斗来讲 格斗 没有 不想 不想要形 但是空手道 跆拗来讲 没得打那个形 形已经到了表演的这种艺术 最早的格斗不是表演的艺术 就是一种英雄气概 就是谁能够赢 谁能够赢 就跟赌博一样 一定有赢家 一定有输家 打那个形 没有所谓的输跟赢 只有打出来他的美 跟他的一种优雅 他可以说是运动 加上舞蹈的一种美学 那是指的东汉以后的辟邪兽 在西汉的辟邪兽 你看就像这样 随时处在战斗的架 随时准备干架 不管从他的眼神 眼神 跟他的肢体 跟他的肢体 动态的静态的 整个的一个表现 他都是充满了那种利于美 利于美 他的这种利于美是什么 从战斗之中 被人理解 而不是纯粹摆一个pose 全部摆个四六步 一个大步 或者是大马步 你在战斗之中 那个大马步只有挨揍的分 那是一个形的一个表现 还有练腿力 练什么 练那个腰 臀跟腿 尤其是大腿 跟臀 跟腰的这些 包括四六步 四六步也是 就带一点拉筋 带一点你的柔软度 带一点柔软度 跟平衡度 四六步跟马步 都柔软跟平衡 坚矩 还肌肉的强度 干架 记得一定是三七步 就像这个小避邪兽 甚至还有更趴下去的 我在广州 我在广州 一家古董店 看看 天的地啊 那个就非常非常的 但是我就觉得 那个凡事过犹不及了 过犹不及 像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跟东汉跟西汉之间 但是还是 还是什么 处于西汉 那样的一个状态 我是觉得是最完美 这种最完美 所以 看起来 它又有一种可爱性 什么叫可爱性呢 蹲蹲厚厚的 我也喜欢养狗 养动物 这就像格斗的 那种什么牛头梗 带一点那个牛头梗的味道 我曾经养一只牛头梗 它叫朱小妹 长得就像这样 全白的 粗粗壮壮 憨头憨脑 然后什么 带一点鲁莽 可是又鲁莽之中啊 又不是纯真 非常可爱 每天都让我 看得又好气势又好笑 今天这一届 难得一见的 汉代西 尤其是西汉的 这么一件辟邪兽 从怎么样的 鉴定 新朗 再进一步 怎么样鉴定 它的年代 我都跟各位做了分析 甚至于怎么样去 欣赏它 赏西它 怎么样去 鉴赏它的这种美 除了见真之外 还要能够赏美 就是鉴赏 鉴赏 鉴赏之外 还要赏其美 它的艺术的表现力 我们也都跟各位做个交代 好不好 因为我马上还要出门 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拿 其他不一样的形态 跟各位做个比较 好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